民法院这名检任秘书呢 他是为了要这个旅游赔偿呢 那么跟对方旅行社呢 在协调会上经常的争执不休 业者指控说这名赵女士呢 老是吧 你知道我官有做多大吗 出言恐吓 而且呢有团员也是指正立立 经过了中天新闻的查证 这个检任秘书到底有多大的官啊 如果比照了军方大约是少将的阶级 但如果是在中央的话 那么权责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大 鞋条会上穿着圆点衬衫 带着两个珠宝耳环的旧式赵女士 和旅行社协调没有交集 我们没有知道 我们下来的时候马上就走 其实上那个洗手间 小孩子说那里天天都没什么去 所以就给我们随便包 一个人一条包的衣衣小包 我们也没法做 我们也没有要求 我觉得我们这客人甚至 怎么讲应该说是很好当时的 旅行车透露赵女士很爱搬出 自己身份是高官 同期团员观察 她对行程的要求是高标准 同行团员印象深刻 对于旅行社指控 她频频强调高官身份 赵女士不愿回应 但是她是立院交通委员会 十支等的检任秘书 连次超过十年 在地方局处相当于主命 拿军阶来比等同少将 关节的确不小 不过由于身份特殊 不免让人联想 观光局居中协调 是不是有特别照顾 进而衍生不公平的判断 赵女士否认 强调观光局只是关切她的伤势 而且受伤后生活起居不方便 只要请女佣照顾 而公务员请假五天 就等于是一等烤鸡 收藏单据都是由律师负责 到大陆旅游摔断腿 缝了十几针 伤势严重 赵女士表示未来海点 至少开两次刀 对旅行社求偿 只是距离力争 无关身份 中间新闻台北众合报道